我們可以繼續 首先歡迎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 以及個別的公眾人士 待會我會先請你們逐一發言 出席的每一個團體 以及每一位以個人身份出席的人士 會有三分鐘的發言 為了方便議會的進行 秘書處已經安排了計時器 以及響鬧的裝置 在這裡我就希望提醒出席的團體代表 以及個別人士 你們所提交的意見書 以及作出的口頭陳述 是將不會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 所規定的保障和豁免 好 現在先請第一位是 請麥彩冰小姐發言 是 主席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代表臨村客家菜園的代表 我姓麥的 很高興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我從小到大都在臨村長大 臨村是24條村 以前臨村一個地方就是耕種為主 種桃花 種菊花 還有很多的蔬菜 至於在97回歸之後 開始地產商逐漸收地 因為在90年左右那段時間 就說有一條的高速公路 就在臨村舍山那邊 就說通過去另外一個石缸的地方 會很快去到荃灣線 當時就很多的地產商 就開始在那條村 很入的 要走整15分鐘才進去的那條村 收了很多農地 令到一些的人就沒得去耕種 甚至他們就是搬出了臨村 沒有地方住 那麼我會看回 直直到現在了 原來是假的消息 結果地就沒有人耕 那些屋就放棄了 沒有人住 就在臨村那邊 那麼回歸之後 見到所有的臨村現在馬路 全部周圍 近馬路的地方都建了屋 建了花園 我朋友就在臨村裏面 從小到大跟阿嬤去種田 去耕田 結果他被人家就逼遷 就走了 去了做地盤 去了租農屋住 賠償 是沒有賠給他們 因為他是租地主的地 地主和地產商來合作 那麼在這裡令我去覺得 去想到這個 是一個極資本人反對 這個新東北的一個發展 因為你會見到 特別是平邪村的村民 他們幾代都住在裡面 你去收他們的地 是等於是剷了別人的家 將別人的家來毀滅 還有這個東北的發展 是不是真的 我看到廣告 我也覺得好笑 美好的家園 香港人 是不是 我問香港的朋友 問我九龍的朋友 如果上水發展了 你們會不會逛街 當然不會 那裡那麼多大陸人 說明的地方 就是給大陸人的 是說明的地方 是為了給深圳人方便 去過關 去做一個購物 還有他開了一條的平邪 開一條的路